大家好,今天我用南瓜做了一锅糯米饼 软糯香甜,越嚼越香 自制黑芝麻花生馅,真材实料无添加 家人吃得更放心,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准备炒熟的花生和黑芝麻各100克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60-80克白糖 再加入适量清水,不要加太多,佐料机能打冻即可 水加多了,炒的时候很慢,很难炒干 打成细腻的糊状 倒入锅里 开小火不停地翻炒,炒出多余的水分 黑芝麻和花生本身含有油脂,炒的时候就不用加油了 最后炒至抱团就可以了,不用炒得太干 盛出放凉 准备一块去皮厚的南瓜,约300克 切成小块 上锅蒸熟 蒸南瓜的时间,我们把线分一下 取一块馅料,约25克,团成小圆球 这个量我一共分了15个,饼是做了10个 所以大家做馅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份量减去1% 分好之后盖好,放一旁备用 南瓜蒸至软烂就可以了 倒入盆中,倒成泥 加入约260克的糯米粉 这个糯米粉的用量不是固定的 南瓜的含水量不同,糯米粉的用量差距也比较大 下手揉成团 最后看状态,揉成这样中度稍软的面团即可 揉的时候粘手的话,可以撒一点干粉防粘 不用饧面,直接整理成长条 分成等分的10个面积 手上抹少许的油防粘 取一个面积,先把它揉圆 收好之后,用拇指在中间按一个窝 包入黑芝麻花生线 用虎口收拢法收拢季口 收口捏盐按扁,压到底部 最后用刮板压成小饼就可以了 在每个小饼中间刷一点清水 打上芝麻点缀一下 最后用纸腹轻轻按压芝麻防止脱落 电饼称预热,多刷一点油 放入小饼 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一面金黄翻烙另一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按压下去特别柔软,就是熟了 出锅 这样我们的南瓜糯米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有没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软糯香甜 里面是自己做的黑芝麻花生线 营养好吃,越嚼越香 喜欢的家人收藏视作吧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